上次视频里提到,当你在往前和对方往前处于同一边的时候,底线球友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。 很多球友回复,可以挑斜线高球过顶。 这一次,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处理方法。 视频里,我们看到,双方的往前球员都很清楚对方底线更有可能打直线,所以都在跃跃欲试打算直线抢往。 场上的四个人,对于这一点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。 这种时候,当然可以斜线高球过顶,逼迫对方交叉换位,从而使几方进入攻击位置。 但是也可以如同画面下方的底线球员的做法一样,抓住时机,击球节奏慢半拍,等待对方往前横向移动的时候,突然打出斜线过往球了。 不仅仅得分,而且得得精彩得的票,这当然是非常冒险的尝试,时机的把握非常重要。 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视频,视频里当ZZZ试图打斜线过往的时候,对方往前并没有移动,所以被截了个正兆。 这种情况下,冷静观察非常重要,不仅仅要保持底线对拉实,对对方底线的压迫,还要随时观察和判断对方往前的意图,适时做出调整,才能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。 这是西郊费得乐,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关注。